地球上200年的沧桑在张北海的生命中一晃而过 进入冬眠前 他强行修正了人类科技术的生长方向 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 孩子们不负期望 宇航技术在张北海选择的枝崖上 生长的枝繁叶茂 人类在技术上已经达到了星际文明的要求 但在精神上仍然是飘在太空中的地球土著 并且像个考了100分的孩子一样 天真的觉得整个世界不过如此 老子天下第一 一厢情愿地把对手朝着他的脑袋扔过来的石头 当成了向他示好的糖果 认为那颗提前到达的探测器 是三体人向人类表示臣服的信物 无知会捍卫 无知傲慢将放大傲慢 人们固执地相信三体探测器抵达太阳系 意味着人类准备了200年的末日之战将不会发生 就像一个刻苦备考的孩子 领考却被告知考试取消了 失落沮丧 并迫切表现自己的人类做出了一个决定 将全部家当 也就是2000素星际战舰全部开出来 去接受三体文明的投降 同时也向这个压抑人类两个世纪的文明 展示人类的真言和力量 而在人类胜利在望 普天同庆的气氛中 增援未来的张北海被唤醒了 不是他必胜的信念失去了意义 恰恰相反 在思想刚硬的影响下 张北海内心必胜的信念才是货真价实的 在张北海东眠以后 第三位面壁者西恩寺研究出了思想刚硬 就是用极其对人强行洗脑 被洗脑的人称为刚硬度 他们会莫名的坚信 人类在末日之战中必败 并隐藏四位将末日逃亡作为终极目标 可惜西恩寺的计划被识破了 制造出来的舞台刚硬机器下落不明 人们不知道太空军中还潜伏着多少刚硬度 在三体探测器抵达之际 刚硬度极有可能起战舰逃亡 而张北海所服役的增援未来的特遣队 不仅有着坚定的毕生信念 而且在他们冬眠之前 思想刚硬还没有出现 他们是唯一不可能被污染的胜利主义者 他们将作为战舰的执行舰长 被授予战舰的最大控制权 张北海被任命为自然选择号的执行舰长 他得到了这艘最大最先进的宇宙飞船的全部控制权限 张北海跨越两个世纪的计划终于要成功了 他那流浪了两个世纪的心灵 也找到了归宿